历史中所行的事情 我们从历史中学教训 学智慧 特别为当中不能来的弟兄姐妹们祷告 求你让保守他们的平安 特别为心心也祷告 使他身体健康 康复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耶稣会的事情 To be honest 老实讲 我对天主教的这一个故事 不是特别熟悉 我在神学院 在graduate school学的是 基督教那边的故事 改革之后 改革中之后的故事 那个我比较熟 被抛下的天主教 他们发生什么事 老实讲 我也不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 反正我们不要他们 现在回来再重新看 这还是挺重要 毕竟历史不是空白的 不是因为我们离开天主教 天主教就突然消失了 他们还是继续在进行着 那这个John Olen 就说在这个宗教危机时期 带来天主教最复兴 最强而有力的团体 就是耶稣会 Jesuit 耶稣会的创立 在上次我们也谈 Loyola这个人 是重要人物 他到处都有大学 都是他的名字 所以你也不能假装都不知道 他们不存在 他们还是存在 他们还是做了很多事 办了很多学校 办了孤儿院 办了医院 办了大学 办了神学院 办了研究所 他们还是在做的事 所以 也许我自己的教育里面 可能就有一种 假装他们不存在的 这种幻想 可是 学历史就帮助我们回来 还是看一下 他们是存在的 历史呢 另外一方面 也跟我们的兴趣是有关的 真的 老实讲我们不学 从来没学过越南历史 你有没有人曾长大学过越南历史 我前一阵子读一本书 在那边看越南历史 读一句 Next Chapter So Boring 也没兴趣 sorry 这边如果有越南的弟兄姐妹 怪房不在 所以就没兴趣 所以我们人的确也是 学历史是跟兴趣有关 但这些事情呢 因为我想这个耶稣会的 跟我们中国当时明朝末年 然后清朝初期 皇帝信耶稣 还是跟这群耶稣会是有关系 所以是跟我们中国历史有点关系 所以我才决定还是多学学 要不然老实讲 我真想跳过这整个Chapter 这个天主教 但是他可能对我自己个人来说 personally来说 可能就是对我们中国早期 福音回中国 因为最早期中国 其实有我们也谈过 警教已经入中国了 在很早期就进来了 再来后来在元朝的时候呢 这个基督教也在 也不是说元朝 但当时就是蒙古帝国 也在蒙古帝国有广成 耶利沃文教 他们也相当受到 这个蒙古帝国的尊重 这群宣教士 因为他们毕竟来都是带着书 带着仪器 带着科学 带着什么来的 所以蒙古帝国 对西方的这些东西还是有兴趣 对他们也尊重 蒙古帝国 有一些高官也信主 那明朝后来呢 就中国又 基督教在中国又消失了 到明朝末年才进来 这个基督教 透过天主教又再进来 也是一样带着天文望远镜 带着钟表 带着大炮 当然皇帝觉得 这个洋人的东西 还是挺有兴趣的 他们的阅历 我们所用的阴历 也是当时德国人的这个 耶稣会的这些宣教士 所带进来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我就觉得 还是我学的这段历史 是可以值得探讨的 那我自己也在学习这段 所以我也是现学现卖 我就是跟着你 一起学这个 这段历史 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在这个层面上面来看 那耶稣会创立呢 无论在实际和象征意义上 都很难会过分其次 真的是很重要 在天主教 可以说他的复兴运动 很大的一个实力 一股中流 第一天主教改革运动 最优秀的体现 原来他在复原派 Reformation 归正教改运动发起不久 就将一股全新的活力 注入了天主教会 所以这边有日内瓦的加尔文 那边就有耶稣会 在巴黎的耶稣会 这个罗尤拉就出现 几乎是同时代的 他们的打入天主教的强行计 要不然真的就好像垮了一样 整个教会就垮了 虽然天主教对抗 Reformation 复原派的势力派去很多 但耶稣会在收复失地 你看这个作者 Mark Know说用收复失地 而兼顾那些天主教 失去信心的人 可算是最有成效的 因此法国的这个天主教 基督教并没有垮掉 意大利也没有 各地西班牙 后来葡萄牙都没有垮掉 都在这个很重要的耶稣会 Jesuits的这个影响下面 第二耶稣会的决心呢 代表了由16世纪中叶 大概1540左右吧 到20世纪中叶 20世纪195几年左右 1960年左右的天主教会 都受了这个耶稣会的影响 他们说实在了 没有这个耶稣会的影响 南美也没有这么多教会 也没有这么多基督徒 香港早期 澳门早期都有这个 很重要的耶稣会 新加坡可能都有 这些很重要的耶稣会的据点 都到 那我在中美洲 Beliz读了高中 他们最大的高中 St. John 也是天主教 耶稣会他们办的 他们一直在世界各地 做这些慈善的事情 教育跟教会的事情 所以他真的具有相当代表性 也就是可以说 在耶稣会之前 天主教是没有这么注意 传福音到处盖学校 到处办医院 他们没有这么注重 在欧洲 大部分就在欧洲 因为欧洲一大半 给归正教 给归正宗拿去了之后 他们就觉得我们不行 不能坐以待毙 所以耶稣会 也立刻兴起了 这个很大的一个改革 是内部的改革 他们在16世纪 热心建立天主教教义跟风格 对塑造后来500年的历史 其实很大的作用 第三 耶稣会的宣教热忱 在基督教历史中 产生了无比的影响 这在该会成立初期 就已经使人注目 不是触目 是注目 不是触目 就是注目 正在教皇 为正式披下御址之前 罗优拉 最早期的一位童工 Francis Xavier 这个也是大名字 你可能都听过 Xavier这个名字 不知道他是谁 马路都有 很多马路都有Xavier 他的一个好童工 罗优拉的好童工 Francis Xavier 他已经搭上宣教旅途了 将西洋传到印度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最南端 新加坡 对吧 都在这个地区 印尼 日本 日本已经那个时候 后来产生了日本 对天主教的大逼迫 也是Xavier的影响之下 耶稣会的影响之下 日本的那个逼迫 历史相当凄惨 也相当有趣 他们彼此之间 这样的一个逼迫 他们通常也是 都是扣上政治因素 说你们这个境外势力 然后日本那个时候 逼迫耶稣会的这些信徒 甚至叫那个牧师说 你若不放弃信仰 我就杀你的信徒 当时是日本 日本是这么来 逼迫日本的基督徒的 那那个牧师最后 他说我怎么办 他很难过 他要是 他不是死自己 对吧 是死他的羊 他要是承认主 他的教会 弟兄姐妹被杀 他说我不承认 那我不承认主 那他们还信什么 其实很纠结 后来其中有一个牧者 我看过他一些忏悔录 他真的就放弃信仰 他说我为了这些人 放弃信仰 但是到底对还不对 他就一直活在 这个很大的痛苦里头 所以日本后来 整个天主教 突然一下就萎缩掉了 就在这个 强大的逼迫底下 这个天主教的 整个影响力就 突然一下就 点根拔起拔掉 直到后来的 这个美国的炮艇外交 把门给轰开之后 基督教后来又才进来 但一直都没有很 在日本一直没有 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日本 日本一直没有一个 大复兴的一个历史 韩国有 中国山东有 河南有 日本的北海道那边 好像一直没有很强烈的 北海道不是主要的一个岛 对 它那个是大 是大 本州 所以在日据时代的 这个 二战时代的日本帝国 它里头就 的残暴性就比其他的 基督教帝国主义的 残暴性是强的 它是有一些区别的 被日本占领的国家 是从南洋的国家到台湾的 都会比较强烈的排日 会有一个很奇怪的情节 台湾有清日跟排日的 同事在里头 但被别的国家 西方国家占领的那种 强烈的那种羞耻感 反而是比较少 大部分的国家被西方占领过的 就像印度 被英国占领过 他们到今天没有很仇恨英国 那种感受是很奇特的一种 对吧 反而印度人去当英国总理 对吧 我们把英国拿回来就好了 但你可以想象 台湾人去当日本总理 这仅是 对吧 你感受到这两个帝国的差异 还是有一些 虽然同是帝国主义 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差异在其中 日本一直没有被福音 真正的更新过 他没有被福音整个重鲁 他们的军国主义是建立在武士道精神上的 就是切腹 对就是切腹 我连自己都这么对付自己 何况是我的殖民地 那种 那种 有一点恐怖精神的这种殖民 日本主要是日本主要是信任的神道教 对 他们那个天皇就是 天皇是神 神的儿子 那他们那个宗教是根深蒂固的 对 所以其他的 一直没有被翻掉 对 他一直没有被根除掉 对 那中国的道教儒家的思想 有可以对话的空间 对 其实中国佛教进去 佛教也是外来宗教 外来宗教 对 他进去了以后 这个 中国本来的那个道教就不是 就他的亲的 佛教亲使力很强 所以那个道教就比较弱 然后加上很多民间信仰 对 但也一千年了 佛教入华也一千年 入华一千年后之后 他的很多术语 慢慢成为我们日常用语而已 对 好像你就觉得 就很 我们甚至用半梦半醒之间 还有一首歌 对吧 这其实是佛教的涅槃的一个描述 在半梦半醒之间的一个佛教观念 那还有 佛教的什么 缘分 对吧 缘分这都是一个 对吧 这个缘分其实是不好的 结果变得好的 佛教一直想要把缘分化掉 你在那边说缘分 是不是这个中国大多数人 没有受到教育 也是 教育程度低 教育程度低 对 可是中国的佛教在中国 他一直是在这个 就是思想的那种 哲学上面 所以是高级知识分子 常常常有 对 你看像苏东坡他就有 他有个好朋友叫佛印和尚 他们就有很多的诗词啊 都融到里头去 就很难搞 一直到明国时候 还有那个 那个写那个 什么长庭外古道间的那个 哦 对 是这首歌吗 竟然还记得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这个歌 因为我们小学就唱 所以你就记性很不容易 抹掉 对 就被抹在 被放在灵魂的最深处 竟然记得这首歌 所以我觉得在看这些历史的时候 我不想跳过的原因就是 其实跟我们亚洲还是深深的相连 这个天主教径 在1552年这位 Xavier过世时 他已经到了中国的沿海了 所以他这个作者是要说 这个take note OK 我们partisan reformation要注意 这成就呢 到复原派圈子 叫150年后才复可见 也就是那个谁到了 澳门 那个 我老是忘掉他名字 妈妈 马里逊 马里逊到了澳门 是150年之后 才这个 第一个partisan的这个 基督教的这个宣教士才到 但这之前呢 天主教的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等一下也会谈 他们的文化里面 就有一个不断的融入 所以天主教早期翻译的圣经呢 是非常佛教字眼的 法王 这个使徒不叫使徒 叫法王嘛 所以你就觉得 这到底是哪一门宗教 是耶稣法王之类的 这些词呢 就让你觉得 这个好像是印度来的 但又不是 所以他没有真正产生 一个distinction 不够强烈的一个划分 所以我相信 我相信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当然你可以反对 就是我觉得 天主教一直在做这种 所谓福音御工的工作 上帝一直用他们 做一个突入的一个 让你大概知道 有一位神 他名字叫耶稣 他妈妈叫做玛利亚 OK 大概知道这些事 然后基督教才进来说 是他妈妈叫玛利亚 但我们不拜他 我们是只相信耶稣 之类的 我觉得好像是 上帝的手在 历史中的一个铺陈 他总是有一个 开路先锋 那这些开路先锋 好像是天主教的 是的确是比较多 在南美也是如此 天主教早期去开路 然后后来的基督教才起来 进入了所谓的 这个更多的独圣经 他其实没有那么的强 对 那天主教一直有这种 跟当地文化融合的东西 他说你要拜也可以 你要拜祖宗 其实也可以 他们那时候闹闹闹到最后 其实天主教没有真正的定论 那中国皇帝是不爽的事 我为什么还要跟远在天边的 那个教皇申请什么东西 我是天朝皇帝 我还跟教皇申请拜祖先 他呛道我也呛道 所以康熙就把他们 就把这些事情就谈不拢了 天朝皇帝受不了 我需要有外国势力来管辖 是这个 是政治问题 不是拜不拜祖先 那只是那个表面问题 真正的生成问题是政治问题 中国的教会 如果我康熙皇帝信主了 我上面就还有别人管我 所以他一直没收起 其实有一个真正 生成政治问题 我上面就有人 可以告诉我怎么活 对吧 因为天主教 我们也学教会历史 一直到今天就是 你皇帝要登基 是要教皇来祷告的 要来高末的 加冕的 以后我儿子 康熙的儿子要上 当皇帝 还要远在天边的 这个教皇派特使来加冕 我们成了Christendom 基督教帝国 所以是有政治问题的 永远都有政治问题 我们不想谈政治 但是永远有政治 就连疫苗都会变成政治问题 口罩都是政治问题 所以我们不想谈政治 但永远是政治问题 这是很讨厌 就是这个 你躲不掉政治 你躲不掉它 它就是一直困扰在那儿 但天主教就这么进来的 不认为他们进来的 那在英国复原派中 British 250年后才来 更重要 耶稣会在16、17世纪的宣教 对20世纪末的教会 特别有意义 他会慢慢会来解释这个 因为该段历史 在欧洲孕育 现今散布全球 教皇的确是真的有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一个人 到现在 那他的确是 他可以到 他的飞机 可以到哪里 降落那里的人 就会欢迎他 几乎 几乎大家都给他面子 老实讲 都买他的账 教皇要是来参加 我们的什么的 还是一个政治影响力相当大的 唯一可能不给他面子 就是中国 那今天还是 还是 梵蒂冈跟台湾建交 一直没跟中国建交 还是一个政治问题 就是主教任命的问题 中国的主教 为什么要让梵蒂冈来任命 不行 就是跟当年康熙 一模一样的问题 所以中梵蒂冈一直没有建交 美国的主教是不是梵蒂冈 梵蒂冈任命的 都是 对 都要 每一个地方的都是 天主就不要 所以 那别的国家不在乎 你们宗教搞你们的 我们真是搞我们的 不是那么在乎 那我也罪你三分 你也罪我三分 美国总统历任 好像都见过教皇 连川普也见 教皇那时候不太想打理他 川普有点摸了一笔子灰 对那种感觉 他还是去了 不认识他还是去了 拜登也去了 但是天主教徒 所以你说不重要 他还是到今天 这个是全球宗教的领袖 他的重要性还是举足群种的 他现在教皇跑去乌克兰 要跟他们 希望跟俄罗斯调停 教皇也参与了 无论如何 跟罗尤拉的耶稣会 产生到今天的影响力 是有关的 所以罗尤拉这个历史 如果你没读 你就会对今天的历史 会少一片 很大的一片的缺陷 长久以来 历史家对16世纪 天主教历史有一个 争论不休的交点 就是当时天主教的行动 是回应复原派 就是Reformation的挑战 或是出于本教会 本身的需要 如果是回应 就被称为 Counter-Reformation 反改教运动 我把这个词放在这里 The Counter-Reformation 在历史中 有的人就称 罗尤拉这个耶稣会运动 叫做The Counter-Reformation 就是我们要出来做点事 免得土地都给他们 基督教占光了 我们得出来活动一下 如果是后者 就称为天主教的内部改革 The Reformation of Catholic Church 内部改革 这个争论比较有重要性 也会蒙蔽一个 更重要的历史事实 就是无论是 Counter-Reformation 或本身自己的改革 教皇 预令 Council of Trent 天特会议 这个你还是要背一下 天特会议 Trent 大概知道一下 他们在宗教改革之后 最重要的一个大会 正式宣判 阴信称义 相信阴信称义的人 该下地狱 该受咒诅的 这是在天特会议 Council of Trent 宣布我们这些阴信称义教 跟着路德走的这群人 是anathema 可咒可诅的 就是那个保罗用的 那个若有人不爱诅 那个人可咒可诅 anathema 就是那个词 所以他称我们这些 跟着路德走的 阴信称义的教会 是可奏可诅的 那现在他们 虽然不断地想要在那边 把他弄回来 说我回家啦 你们这些信徒回家 可是他们一直没有 废除Council of Trent 天特会议 所以这个教会 Council呢 没办法废除的时候 其实天主教的这个定性 还是定在那里 就是我们这群是异端 我们是离家出手的孩子 他们才是 这个神学当然很深了 我们今天没办法谈这个神学 这个音信称义的神学 以前讲过了 现在不能再讲这个 但我们到今天是被这么批判的 是这个被定性为异端 是可受可阻的 所以这一段整个时期呢 不容易忽略掉它 它真的到今天定义了 今天的天主教跟今天的基督教 另一个改革的例子呢 是1520 你记得1517是路德 1517是路德 许多修会 那1515年级也是明朝末年 都是那个时代 明朝开始李志成 后来 明朝是开始吗 末年吗 末年吗 没错吧 李志成打进北京 15多少年 就是大概这几十年之间的事情 崇祯皇帝自杀 都是这些年代 中国的改朝换代 欧洲的这个大翻转大变动 通通这是全球 全球500年好像来一次的这种东西 大洗牌 别想了 这个我也无法预测未来 但是就是这种全球 因为就是这样嘛 受不了这个既得利益者 我们要把它推翻掉 这些东西 这些开始许多新修会 1520年 这些修会呢 跟罗尤尔这整个都 后来的相关都有关联 他们所关注的 跟Protestine Reformation一样 只是他们采用了天主教 所接纳的方法 就是内部改革法 他原来跟 他就是走路德的路线 但路德后来读圣经 而他们是不读圣经 他们只是继续回到了 这个修道院的方法 来处理教会更多的问题 Benedict 我们那时候讲的 本尼迪修道院 在第六世纪 到第十世纪呢 有这个 Cloney 克里尼修道院 在十六世纪呢 就有许多人在教会的 另外的其他的金钱运动 Cloney呢 我去查了一下 这个到今天还是 今天法国现在变博物馆 但他这个也是兴盛了 大概六百年的 重大修道院 非常大的修道院 录你 这是后来的模型 现在上面的这只剩下了这个 剩下来的这个 修道院的变博物馆 之前以前是 常在这个围墙之内 所有的都是他的修道院 这边他们自己种田 是自己自主的 修道院 天主教的全盛时期 在十世纪的时候 那十六世纪呢 就是开始有新的这些修道院出现 出来策动内部改革 机构内改革 组织内改革 那路德原来也是希望组织内改革的 后来被轰出去 因为他讲的东西实在太 理经叛道 什么阴性成瘾 那我们教皇放哪里 这个 那这个 其他的呢 就没有 其他的组织内改革呢 就是希望透过灵修 祷告 跟这些其他的 行善的这些力量 继续来从内部改革 所以这是 天主教那边的内部改革 其中最贡献最大的修会呢 就是耶稣会 在意大利半岛之外的耶稣会 新成立的修会 所强调的重点 从末想 末观的生活 meditation 到积极参与社会服务运动 所包含的这个范围就极广了 他们非常 强调行善 但到今天我有跟你讲过 到今天 在Lansing最大的接待难民的组织 还是天主教的 比如说有一票难民来 找谁 还是找天主教的 这个组织是相当 多年的这个耕耘 经营的 这个一代又一代的 而且他们的 所有的负责人都是修士 修士是不领薪水的 所以这个组织很容易继续下去 上面可以再派一个人 继续来 来支撑的这个 施工 基督教的比较 比较慢一点 就是因为我们 牧师要有薪水 牧师有家庭 主要也是 天主教的 他们的敬拜 比较重视的是那个仪式 只要仪式好就好了 对 那个仪式 所以你重视的是那个气氛 那你去学怎么样把那个杯子举起来啊 拿出来这些东西比你去学神的话要难得多 对 因为路德本来就是去学那个神的话 然后他要是解经博士 他才有资格解经 所以可是他们 先祖教他们念的很多的那个词都是给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很容易就 pick up 就是反复 反复 反复的这种重复的话 念词 祷告词 这些经文 对 他们就整个是一个气氛 是一个仪式的 点香吃饼 他们相信上帝的恩典是借着圣语 就是仪式来传播 不是像我们认为上帝的真理是借着祂的话语 圣言话语 上帝的恩典是借着祂的话语来传播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圣语 一个是话语 这两个不一样 谢谢双文杰的复习 这是我们以前都谈过的 是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 就是说从现在 当天现在来讲 天主教还是认了基督教是义官吗 在他们的公会里面还是 一般的弟兄姐妹可能也没那么强烈的感觉 如果你碰到弟兄姐妹天主教的这个信徒 他也没那么强烈感受 但他们的这个 甚至他们的神父都可能不见得有这么强烈的感受 但他们的最高的这个组织上面的这个明文规定是呢 他们的教义上是 教义是 我们的教义还是说 我们的教义也是说是义端 你照着海德堡教理问答的教义来看 他们是义端的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的会众和我们的牧师 比较不那样的说 比较少这么说 我还是可以这么说 我还是可以正式告诉你 Catholic church is a false church 是伪教会 它不是真教会 因为主要就是 如果你说它是义端的话 必须在基督论上面出问题 或者是 基督论 基督论 三义论 三义论出问题 才叫义端 这是义端的定义 所以by definition 天主教不是义端 他承认三义论 他也承认基督论 他这个是承认的 所以你不能够用义端这个词 你很好另外发明那个词 就是伪教会 False church 我们的问题是因为 刚才不是说 因为这个圈子这个说 他们认为基督教就是义端 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问题 同时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也认为 在这个层面上是的 我们是彼此 彼此宣判你是可奏可主的 你的教会是 你的教会是假教会 是伪教会 是假敬拜 你在敬拜圣徒 跟玛利亚祷告 我们说你们是错的 不可以这样 这是一个伪宗教 说圣经的最后 不可添加任何 对 要生一个人就添加了 对 这是我的另一个问题 刚才比如说 对 牧师你说 你原来不懂读 现在你讲的 对 我的问题在于比如说 天主教他有一些多的几册书 那作为我们 或者是已经是基督徒的人 我听过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不建议去读那些东西 可能会把你拐偏 但是这样的一个机理在于 为什么会说就会把你拐偏 如果你根基不稳 对对 如果你根基不稳的话 什么叫根基稳和根基稳 就是说你有一种 比如说你就是对那东西好奇 到底是该读还是不该 当然可以 我觉得你读书是 本身是可以的 但就是你要有 如果有人说 那个书不能读 那个书 就是你要有分辨 对对 就是你看你能不能有足够的分辨力 那谁知道谁有 谁没有 谁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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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而你读这个呢 的确是需要有导师帮忙的 我们都都承认 我们都需要有老师来帮忙说 这个理论的问题其实错在哪 那 如果你没有的话 比如说我给你一本康德的这个 纯理性陪伴来读 你可能觉得 嗯 康德也很有道理啊 这个 可是你如果没有导师教你问题 告诉你康德的问题在哪 的时候 其实很吃力 首先第一个很吃力 不知所云 第二个可能觉得他也挺有道理的 康德哪里错 那康德后来影响的一群的这个 后来的黑格尔都在影响到最后的马克思 都跟康德还是有关的 跟他的对话 那你如果没有一个神学文的一个老师 陪着你读 的确会有 嗯 读了马克思觉得马克思也不错啊 嗯 马克思也很有道理 黑格尔也 好像很对 所以神学上也是如此 你如果你到了一个这个天主教的 拿一本天主教的神学大学来读 当然没有人反 能严禁 我们不是那种焚书坑儒的那种 把这些他们的书都烧了这种 但你如果读你的消化程度是什么 这是每个人真的程度不同 所以我当然不会有严禁 说我们在这边严格禁止任何的人 去触碰天主教或摩门教或什么其他教的书 当然你如果有兴趣你想要涉猎 然后一边读一边问 找人问 我觉得这有问题 那很好 因为你在学 你在学 因为你在学 我只是觉得我听过那样的说法 我没时间读 只是觉得有好奇在于这种 就是说因为我听过 这些书最好必须读 读了以后 你是不是跟你在教 像我在神学院我在学中古世纪的经济学 我们那时候在学论文 中古世纪的经济学的时候 我就借着一大碟书 我那时候就去厕所 就去厕所 放在那边去尿尿 教授刚好也出来 这几本书拿去缓 不用看 OK 他就是转家 这本书是乱讲 别浪费时间 那有导师就是这样 他说你是可以去读 你再花三十个小时 去读这些书 是读 读出来你的结论还是错 因为早就有人结论他错 对 所以你就是在这里 那所以有一个导师帮你的话 你可以省很多时间 其实就是这个 所以他当然不是说 你一定不准读 你读了人生就灭亡 不是 在你的这个学术研究 用你有限的resource 你花在那上面不值得 像有些小说写得很好 我可以告诉你 那你不值得花那么多时间去读那个 实验也是一样 科研也是一样 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 这个早就被 早就disapprove了 你这个理论早就已经算错了 在科研里面就毫无疑 但是有些很有对立的观点 你一定去读 当然 所以我才有这个问题 不是说 这个东西谁都知道错了 那当然 对 问题就在这 天主教有些东西 你认为他还没被证明错 可是已经早就证明错了 就在这里 如果是有些新的理论 因为科研有新理论 你当然可以两个对立 因为他还没被证明错 那你不懂的人呢 比如说我是科研的外行 我如果踩进去 我去你的实验室 拿了一遍这些书 你会跟我说 牧师别读那个 没有 早就已经证明错了 你现在还读这个 对吧 对吧 因为外行的 对外行的就是如此 因为你跨一个行 你内行的时候 你知道这两个理论 还在堆立 还在讨论 还没有结论 我觉得很多事情 都是不一目了然的 如果一目了然就容易了 就是在这个地方 也是很纠结 对 当然你可以回去再研究 你可以说 我不认为这个历史定论是对的 你可以说牛顿根本没有错 我还是觉得牛顿这是对的 我甚至觉得亚里斯多德还是对的 你再去重新实验一次 但我们只能说 sure go ahead 当然你可以再实验 亚里斯多德 那个两个球 到底哪个快哪个慢 因为 就没有人再留 因为已经定论了 对啊 神学也是如此 有些东西已经定论了 已经有几千页的篇幅 几百个学者做出了各种定论 这是错的 当然你可以说 I don't know I'm not so sure about this OK 书在这 是在这 你还是可以去读他的东西 但 今天为什么没有人好好研究 就亚里斯多德 就是这老家伙真的过时了 他很多理论有漏洞 有错误 他是speculation 自己幻想出来的东西 那神学也是如此 我们对阿奎纳的这些定论已经定了 有些东西他是错的 神学大学也写不下数 他自己也写没写完 神学大学没写完 那我们对阿奎纳这十二世纪的重要学者 那我们基本上已经定论了 因为已经有一千 将近八百年的这个讨论 已经差不多定论了 所以神学就是如此 他 其实不是神学 每个学科都是如此 他有一个 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 好多东西 就是你只能就是说 通过读书和专家或者说 你一个老师认定了 是错的 那你作为一个individual的话 我是觉得你这一辈子 最多提出一个问题 对 然后你去研究 证明这个 就够一辈子了 你就够一辈子 如果你什么东西都想去弄的话 你什么东西都不会 对 那有些东西是很好的 我也是 我自己同时也强强碰 尤其是从医学院来的学生 他要到实验课来 跟我说他有一个重大发明 他来讲的 我都会耐心地听他讲他的重大发明 听完了我会告诉他 你这个东西早就被人做过 我会告诉他去查哪个文献做过 因为 本来就是这样 对一个初学者来说的话 你要来说 如果想要做一个重大的发明的话 这个是有点缺乏 也难以 只有 太晚了了 研究了 研究了很长时间的时候 你可能能提出一种问题 然后你就这一辈子去研究去 可能都不一定能研究的错 所以要做就是四十度怀疑 我在科研上这个东西遇到太多了 这个实验室 你那么聪明 你早成那什么 怎么可能 这种事情我见得太多了 因为我也工作这么多年 就是说 我们用这个方法 能不能把这个 我们就是做这么多产品的 能不能把这个产品做出来 谢谢 哪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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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发财了 还等你来做 然后你还有一个隔寒如隔山 隔寒如隔山就是这个 隔一点点东西 像我们在小老师做同的 尤罗萨医师 我对他们尤罗萨医师 他们讲的一点点东西 我都很诚实 然后你就像那个圣灵 他的那个天使区的东西 就他做了一个多半天 我也搞定他就做了 对 真的就是这样 我连我们神学院都是这样 我们神学院都隔寒如隔山 我是读历史神学的 有一个历史神学的博士 那个他的Defense 我去听就很开心 有一个是Moral theology 道德神学 I have no idea 我不想去听你的Defense I have no idea 真听不懂 还是神学院的 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一隔一跳 你就变得出来 谁 Hello My name is Angela Prin told me there is study at one third year one third year one third year there's another study to in Isaiah another one we study at your kids we look at family kids 是 是 是 来 既然今天就讲到这个天主教的话 是吧 是 可不可以明确一下 到底他是 为什么是错的 好 好问题 我们还是总结一下 对 因为在中国大陆的话 天主教的势力 实际上 一开始的时候 比基督教大的动 对 对 因为先进来的那些人 都是天主教的 所以中国人 当时那时候 也没去做过任何的 除了佛教 是主流以外 没有接受到别的 就是天主教 对 然后呢 而且在那个 那个 中国 共产党折政的时候 受到 打击 什么 伤害的 就是天主教 对 没有到 没有 基督教也有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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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那么严重 对 因为我们 这个天主教的事情 正常当时是 新大学的时候 那那个 那个什么 不知道你们 最近 都没有 不知道怎么样 那个 他那个 最大的 打击 就是对 天主教的 那个 统统 公平的人 对 就是那个人 公平的人 对 主教 主教 主教很厉害的 那么 像我们 当时我们 也有 学校里有基督教的 我就跟他们姐妹 这么去的 但是我们也有同学 他就是天主教的 对 然后呢 在那个情况下 像我们那些同学 就是天主教的同学 等于就是反革命 他跟家的帽子 对 后来我们还去参观很多 就是关于 中品的这个 这个什么 罪行啊 什么什么的 所以我们老子 那边呢 就是在 在中国那些 青年学生 他什么 从来没有接受 不懂 他就认为这个人 就是很快很快 但是 但是后来就接受 我们对那个 对那个 同学生 那些年轻人 接受的呢 还是地主教 对 所以有时候 后来天主教 就压下去了 对 但是一开始 他却是占领那个地方啊 你到各个地方去啊 都有天主教堂 对 而且都住了很多 老百姓都是很跟的 就是这样的 除了国教以外 对 天真的就是那个 很容易跟 对 最大的差别 我觉得他们 你如果要真的要用 最简单的方法讲 就在对罗马书的解释 这个 二十七节 三章二十七节 这次这样 哪里能夸口呢 没有可夸 用何法没有呢 是用立功之法吗 不是 是来用信主之法 天主教是立功之法 他的 整个的这个 上天堂的法门 就是立功德 基功德 你自己的功德不够呢 还有圣徒的功德 算给你 还可以跟他买的回来 你可以用各种方法 买到其他圣徒的功德 他有个功德 保库 他可以去提钱 提款 他有一个提款方法 使你可以用功德 换功德 得到更多的功德 最后使你上天堂 是立功 是行善 那行善本来没有错 行善本来是好的 但是不能拿来上天堂用 那基督教呢 就回到圣经 在路德改教的时候 就回到圣经 圣经不是说用立功 圣经说是用信主之法 信主 信主之法 那这个很大的差别 就是我 什么都不做 只要相信 就能上天堂 那听起来很恐怖啊 天主教一听就说 哪有这种鬼宗教 当坏人还上天堂 是啊 我们不都是坏人吗 不行 天主教说不行 你们这是下地狱的教导 我们说 这是圣经的教导 因为这个教导 你听得很疯狂 但是其实不疯狂 因为保罗花了三章的经文 三四五章的经文解释 隐性成义 这是教义中最大的奥秘 最深的奥秘 所以我们教会里面 没有任何其他的 撒圣水 其他的圣图像 给他们祷告 没有 我们就是信主 认识主 读他的话语 认识主 那这种生活呢 会让你在 罗马书第六章觉得 那我可以多犯一点罪 反正就是祷告得救了 那保罗就说 这样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人在罪中 叫恩典显多吗 这是天主教的担心 这是天特会议的担心 就是担心这个 但保罗已经解释了 他没有说 阴性生义是错的 他说不是的 我们是在罪上死的人 怎么可在罪中活呢 因为你受洗的时候 已经死了 归入他的死 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要向基督复活的生命 所以我们谈的是 复活的生命 因信主受洗复活 有新生命 怎么还会想去犯罪呢 那天主教就没有看到 这一点上 那所有我们在跟天主教 神学家的论证 都在论证这一点 都在这一点上面绕 绕不出来 他们说我们相信 相信主 我们没有不相信 只是我们要 加上善行立功 我们说 圣经没有说 要加上善行 我们相信主 我们就得救了 善行不过是 他所produce的果 因跟果的问题 在他们来说 得救是果 善行是因 圣经来说 得救是因 善行是果 这是最大的区别 这个 失之好理 差之千里 对 如果你是行善的话 我们每个人都得问 你这个月行什么山 牧师在这边打分数的 我的祭司 他们叫做priest 不叫做pastor 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要替你 把你的功带上去的 我有一个重要的承接法 圣经的牧师没有 我只是在你们当中做榜样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行天路 这是不一样的 这是你跟上帝的关系 我是陪你一起行天路的那一位 可是天主教的priest不是如此 我是你跟基督之间的桥梁 没有我 你到不了基督那里去的 没有我基督的恩典 也不会给你的 圣徒的功德也领不到你身上 所以我有很大的power 我可以manipulate 我可以玩的 我可以听你告诫 我代表你 然后代表上帝去 所以基督教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东西了 因为是你相信主而得救 你已经得救了 你这个月没行善 你自己跟上帝认罪悔改 我只能在你当中做榜样 我就是继续在这里 与你们同行天路而已 我没有操控你灵魂的权利 我没有 那天主教的祭司有的 所以他们常常 黑手党不敢杀祭司 你看电影就是 黑手党mafia 要开枪打 还不能打到priest 要免得 找人告解都没地方了 那不好 那不好 所以他们还 墨西哥你看到 一些电影就是 他们对priest 还是有礼藏三分 我们干坏事 还得有人替我 烧香认罪 对吧 那pastor没有 我们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power 所以你的life insurance 比较高 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跟天主教最核心的 其实核心的核心 那他们不断找我们谈 希望我们能够谈出一点 我们这个核心问题没有改变 咱们两个立场没有变 一个是立功之法 一个是信主之法 所以他们有圣徒 有圣徒替你立功 对 那个功力很多 还可以留很多给其他的人 对啊 像matter Teresa 德雷莎修女 行了这么多善事 救了这么多麻风病人 她一个人也用不完这么多功德 剩下就存起来 大家一起用 你跟她祷告 对 所以你跟matter Teresa 祷告一下 她就剥你一点 就是这样玩的 他们这样玩的 所以他们那个 我就觉得很很奇怪 就是他们在那个 南提康 他那个店里面 摆了好多那个过去的圣徒的尸体 对啊 她的骨头啊 她的什么都还在那 就整个的 就刚哭到的尸体犯的那样 对 所有的cathedro 一定要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要bishop 因为cathedro的东西 意思就是座位的意思 第二个呢 要有圣徒的骨头 relic 一定要有一个 谁谁谁的骨头 那你这个地方才够神圣 要不然 叫做 佛教的什么设立子也是跟 设立子是一样的关系 都是立功执法 对吧 不知道谁跟谁学 真的不知道谁 不知道谁跟谁学 但这种东西圣经没有 就是 这种互相东西文化交流 不知道谁抄谁的 可能基督教还是早一点 可能早一点 佛教是公元七百年前 但设立子的观念是什么时候来的 设立子那个 是佛祖吗 还是到了公元五百年 佛教有很多佛经是后面写的 对 可是他借着前面人的名字 所以不知道 像他有佛说设立子 那个什么公元五百年到中国 很大的重要的佛教宣教士 佛教大助持 突然忘了他名字 很有名的 金刚经还是谁 他写的 也是公元五百年 他有很大的对佛教著作的影响 那是五百年 所以我们这到底谁影响谁 当然你可以去考证 设立子的来源跟圣徒骨头 以前那圣徒真的一死 他的骨头被四分五裂的 这个 这里一根 那根一根指头 那一根一根指头 大腿的在这里 就是 因为你的卡帝座开起来 才有这个正牌感 要不然冒山寨牌 哪有谁都能开这个 卡帝座呢 卡帝座要上面认证 太祖教 然后有这个骨头 所以这种教堂 你就慢慢觉得 它其实有很多的神秘主义在里头 它有很多的这种 对吧 圣水 Holy water 撒在你身上 各种的香 它点香 替你祷告 各种的法术 它是magical的 它是法术的 它的那个Hocus Pocus 那个圣饼 变成耶稣的那个身体 它举起来之后 这就不再是饼 而是基督的身体 它是法术型的 它是一个magical的 所以他们 神机呢 我跟你讲 灵恩派在玩神机呢 绝对玩书天主教 这个你可以学 要从历史中学教训 真是小屋见大屋 你们灵恩派在玩的这个 什么撒金粉啊 就是小儿科 人家圣母玛利亚的像 还会流眼泪 你会不会流眼泪 圣母玛利亚的像 有的是流血泪的 真的有的 OK 当然我讲的那是笑话 那个是有一次 在欧洲 波兰那里 那个圣像在流泪 结果是上面楼上的马桶坏了 大家还去接圣水 当然这是笑话 OK 这是胡闹一下 但他们真有像会流泪 在意大利看那个 San Francis的那个教堂里面 他那有画像还有记载的 他就讲到这个 San Francis这个人 他在一天布道的时候 讲道的时候 然后他就掀起来 他的那个 肋股上面有那个 冰冰刺刀的痕 跟那个耶稣的痕一样 对啊 那耶稣的那个也没人看过 他就说他那个 对啊 对啊 一传十四传百立刻 就是这种 所以你要跟他们玩法术 玩 真的是你小法师 他是大法师 你玩这个 你玩不过他了 他们太厉害了 圣彼得教堂 圣彼得大座堂 对啊 他们说那个 彼得就是在那边 对啊 然后那个骨头是买在那边 对 这也不知道是不是 对啊 但可能是 据说可能是 可能是 对 所以可能是 可能不是 我们不太确定 但可能是吧 就算是 就算是 好了 那也没有什么特别 对 那个骨头真的有那种功效 你去拜就有除罪的功效吗 没有啊 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有除罪的功效 对 这个东西你要跟着经文来 你没有经文的根据 所以天主教永远有朝圣 基督教永远没有 对 你要知道有这个差别 我们没有朝圣 我们就是在这里独行祷告 圣灵就充满我们 与我们同在 那他们有 耶稣自己说 两三个人在一起 同心合一的祷告 对 与你们同在 他就与我们同在 所以你不用去那里 不用去朝圣的 对 当然你去观光可以 我不反对你观光 你观光去观光 你不要以为 来这边比较圣洁 祷告才通天 那你就搞错了 你去观光 去观光 去学历史 学人文 这个我们不反对你 但你以为在这里 在Lansing 祷告没用 要去那祷告才有用 你就搞错了 你彻底错了 去约旦河洗礼 约旦河洗礼 对吧 约旦河洗礼才算 这个牧师在这边 点的水不够 就是玩这种朝圣 就是所很明显的 民间宗教的那种迷信 所带出来的一种东西 就是我们人永远认为 我要做些什么 上帝才会喜欢我 才会留神的喜悦 这个东西整个就是 迷失 所以我们在谈这个天主教的时候 也好 我觉得今天再把它 再重新复习一下也是重要 因为 我们不想把它妖魔化 OK 我不想把他们妖魔化 就是把敌人妖魔化这种 作为其实比较 比较粗暴的手法 很简单 他们都是下地狱的魔鬼 当然可以讲这个很简单的话 但 我们知道他的 善良的地方 他的邪恶的地方 他的对的地方 他的错的地方 我们知道他们是我们的 属灵的cousins吧 我不敢说brothers 但至少是cousins吧 我们跟他们算是 stepbrothers好了 那也是一个大家庭出来 大家族出来 你要知道 这是我们毕竟是一个大家族 我们在公元1500年之前 是同一家人 在500年前是同一家人 那后来炒翻了 就是为了因性成义 信主之法就是炒翻 那之后呢 两边各称自己 才是主耶稣真正的教会 那对方不是 这个争执并没有结束 这是我们要清楚知道的 那所以宗教改革的 意识的口号就是 回归圣经 回归圣经 你自己读 罗马书你要去读 你思考 这是不是圣经的话 还是神 人的话 这是牧师讲的话 还是哪个主教讲的话 还是神的话 这是基督教 一直有一个回归圣经 Go back to your Bible And be yourself 我今天早上讲到 也有这种恐惧感 对吧 我不要来这里化舌天主 耶稣的话你自己读 我尽量不要锦上天花 讲一些其他不重要的东西 这是你跟主的关系 这是主的话你自己读 罗马书也是不只是主的话 你自己读 你受的高枕教育 有一个重要目标 就是读圣经 不是赚钱 是读圣经 赚钱不读书也很好赚 很多不读书的人赚钱 赚很多的 别小看他们 但是读书最重要的就是 使我们能够读圣经 自己来思考 他那个环环相扣 罗马书是环环相扣的一个 一个哲理一个哲理的 讲完这个话 你懂的话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他替你解答这个问题 懂的话他就出现另一个问题 他就替你解答另一个问题 它是一个非常哲理性 非常强的一本书 路德就是读了罗马书以后翻 他说这怎么搞的 教会怎么变成这样 原来圣经是这么说 教会怎么是这样 这是我们 我觉得基督教可能最大的 就在这里的差别 你读圣经 好好的读圣经 你可以不相信任何牧师 老师 但你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 他到底是不是这样讲 台上讲的牧师 是不是照着这个经文讲的 还是他编出来的 画蛇天竹 那种的 宣兵夺主 这是我 我觉得我在讲马太福音 特别有这个感受 因为耶稣的话真的很 完美的 就没有想好像在讲 还能讲什么 这就是这样 我只能替你解释一些 可能有误解的地方 也许吧 这就是我做的事情而已 所以 这个是我们 我觉得你仔细看的话 是跟天主教最大的差别 我们也有行善 但行善不是换功德 行善是我们应该做的 是报恩 那个 那个教理问答 海德堡教理问答直接说 我们不是来换恩典 而是来报恩的 out of thankful heart 因为我得了恩典 所以我 报恩 好吧 今天讲到这吧 227 227 他也有英文版 Mark Know Church History 可能 可能 中文 有时候翻起来没有那么简单 我能说几个字 还有字 好吧 有没有别的问题 我们那边有一个教义的图解 我不知道是在哪里 反正是在图解 那个教义图解里面有很多 有讲到基督教跟天主教的不同 有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一个表情 看了就非常明白 对 对 我忘了我们 读的那个书 那个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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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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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也同意了 我同意他们这个定论是对的 我觉得有些东西 他们那种大的 了解很多的神经病家 他可以这样子讲 可是像我们的话就要小心 因为我们接触的人就是一般的 也许是有天主教背景的基督主 那你很容易一出来 他不懂 你也不懂 某个人都半懂不懂 就 就 就 我觉得 我现在就要回想起来 真的 我们以前 宣告会就有 王志勇来我们这第一次讲的时候 讲到这个时候 忘了 给我们教会掀什麽 然后我时候还专门跟他就说 你以后要等他 你不要走 对 我们宣告会也是有一个弟兄 他就公然的就说 天主教是邪教 OK 然后下面有好几 好几个是天主教会来我们教这边的 哇 他真的就翻了 然后我那时候在做那个 做那个会友公职室 哇老师 接电话接到走来 他跟我讲说 怎么可以说天主教是邪教 这个大的一个五大宗教就是有他 我的天 我好惨我就说 呃 这个我不 我去主台两年 你们找我做这个 我去主台三年 今天天主教跟200年前的就有点区别 有不一样 他有第二次天特会议 对 他有其他的一些修正 他已经收回了 对 他有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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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东西收回了 对 那个理论是亚里斯多德的 但邪利略去做实验 他也有实验吧 那是实验 对 那的故事 现在天主教会 你也发现BSF里面 你们去有很多天主教徒在读经的 所以 给他们留 就是给他们 为什么我们留一点空间 就是不要把话讲那么绝 在今天这个时代 我里头是同意这些改教家的定论 是没错 天主教教会还是一个伪宗教 伪教会 没有错 但你每天在生活中的 很多天主教徒 他是来陪你一起读圣经的 BSF的同学 对吧 让他来读圣经嘛 别把人家轰出去 你这个邪教的 我们在开读圣查经班 让他来也没关系 对吧 又不是我们派一堆人去天主教那里读圣经 那不一样 对吧 他们的人来跑到我们这里读圣经 欢迎你来读圣经 对啊 这很好 说不定有一天他们就悔改了 就认识了 在读的过程里面 所以 那我们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当然就留一点这个 别把话讲那么绝 因为他也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对 他也不知道 你去问 十个天主教徒 九个不知道什么是 天特会议 他也不知道什么 他们教理问答也没好好读 所以他也不知道他们在读什么 所以他第一次来读圣经 就欢迎他来读圣经 他就是木道友 在天主教家庭长大的木道友 欢迎他来读圣经 有什么关系 就像我碰到佛教徒 道教徒 我回台湾 对吧 我也不会跟这些同学说 你们这些邪教的下地狱去吧 吃饭聊天 没问题 我跟你陪你慢慢聊 对吧 有什么 有什么没关系 耶稣也跟罪人一起吃饭 有什么关系 别把话讲那么绝 但你说在教育上 哲学上 课本上面 我们要说 道教是不是写教 是 佛教是不是写教 是 是 当然是 但我跟同学传福音 不要讲那么清楚 大刀就拿出来砍了 跟他们好好聊天 对吧 因为这个人还是主所爱的 还是要分清楚 这个人是主所爱的 这个天主教徒是主所爱的 这个佛教徒是主所爱的 也许主要救他 对 他还没死 对吧 你先别给他判错 他没预定得救 你不知道 就是爱他 关怀他 这个是我们 我觉得处理 也许你觉得牧师没讲话 讲那么重的原因 就是这个 因为太多人会听错 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 所以我不跟你讲那么重的话而已 但如果你是来坐下来 学术讨论的 我会跟你讲 一样 天主教是 false religion 错误的 误会 这样 在某种程度上 两个都是带人下地狱的 两个都是带人下地狱的 一样的 摩门教是在基督论上面出了大问题 对 所以他是异端 对 摩门教我甚至连stepbrother cousin 我都不愿意叫 这就是异端 那天主教算个cousin吧 对 他不能够 同 东正教也算cousin 对啊 也算cousin 因为他们一直没有在 阴性称义上面表态 他们根本连表态都没表态 他就 I don't know what you guys talking about 这种表情 OK 你简单分啊 东正教是很注重那个meditation 注重你跟神的 耶稣基督的personal的关系 OK 默想 借默想 借这些 然后天主教是借仪式 所以他的恩典的来源 是同一个耶稣基督 可是方式不同的 一个是借仪式 便宜的 一个是借你的 跟神的关系 默想这些来的 那我们是借着圣言来传的 所以 真的 我就用天主教最喜欢的彼得 跟他们来替他们评论吧 就是他们要自取灭亡 自取沉沦 这个彼得说 彼得后书说 正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 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 写了信给你们 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 心中有些难明白的 就是罗马书 老实讲就是罗马书 最难明白就是罗马书 那无学问 不坚固的人强解 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 就自取沉沦 这是彼得的判断 你如果罗马书搞错的人 你就是下地狱的 他要你防备 就是有些人会跟你说 这个书不要读 就是要防备 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 因为这个听起来真的很不错 四肆而非的东西 有些东西是四肆而非 天主教的东西 会让你有一种神圣感 因为你在行善 你在捐款 你在帮助孤儿 你在办小学 你在办教育 会有一种让你觉得 我是高尚的人 会feel good 会feel good 那问题就在于 你其实没有真正信主 你只是在参加一个仪式而已 来做一个行善的仪式 那行善的仪式 你就跟老实讲 跟摩门教没有什么巨大的差别 跟佛教也没什么差别 跟道教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差别 都是行善得救 anyway 只是 摩门教还把那个 我们的传统的诗歌唱得很漂亮 对啊 都是基督教的诗歌 对啊 都是我们的诗歌 对啊 所以 你如果没有真正的因性称义 你只是参加宗教仪式 那每个宗教其实都差不多了 你就是行善 做好人 emotion 对吧 就是做好人而已 你要小心emotion 骗得很惨 但只有基督教谈的是一个 因性称义的信主之法 这是最难懂的 真的是最难懂的 就是这个 他一下子就漏掉了 他像泥丘一样滑 因性称义 以为抓到了又没了 因为我立刻就回去按律法生活 就是这样 又去行善 然后这个礼拜不行善 就觉得愧疚感 然后又来不好意思聚会了 然后 下课 下课 好 我们祷告 下课 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讨论这些信仰核心的问题 也在历史中的问题 看到 你好像没有完全抛弃天主教 好像还有当中有一些你所拣选 所爱的人 祝我们为这些人祷告 让他们能够真正认识你 从这个错误中出来 祝我们为 可能BSF的同学们 各种我们碰到了天主教的朋友们 都为他们祷告 让他们认识你 真认识保罗书信所谈的 这一个因信主而得救的方法 不靠行善 不靠美丽的这些仪式 来使人感觉良好 祝你求你把这样的信心 赐给我们所有人 我们在座的也是如此 求你的怜悯保守 把高峰约束的名 阿们 阿们 谢谢 谢谢